HELLO 我是LUCKYLUCKY 今次講講11週年生放送的合集 剛剛這個生放送就完結了 而撞正11週年的當天大日子 情報方面都是大量的 所以這裡就講一講今天是講了些什麼 首先主持兼嘉賓方面是這五位 由左至右介紹是石井歡 半截到三本大戒 到中間的岩井勇氣 到川井 最後是PND普選手的Yuwa Sang OK 介紹完之後進回正題 首先開始的是新降臨差量子 狼就是岩井兼川井兼Yuwa 三個人打三文協力 來通過這個新的破神機關卡 而通過的話 竟然是派回六連抽二社紀六連抽 變相這個七連主的成敗 背負著百二社的後果 那最後怎樣呢? 最後是實際燒兩社才過得到的 畢竟生放送入面 不能預測的東西都很多 最後是死剩下岩者一個 孤軍作戰 所以變相是燒兩社通過這一關 但放心吧各位 在最後三本老人癡呆的情況下 今次差不多都當是零社通關的 好波每人有六連抽 三本好波 這次是得正來的 所以變相各位有個免費六連抽二十社機 非常之正 講完這裡 首先的情報是eSports情報 這些都是大會的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過程中有講一些11週年的祝賀語之類 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而第二樣情報是297 Product情報 也就是PND的周邊情報 首先是這個PND畫冊 三本今次是大放送畫冊內容 個人就這樣看都頗厚的 裡面的圖都算多但齊不齊就很難齊了 畢竟PND是8000多角色 但毫無疑問這本我會買 即價錢偏貴剩為4950日圓 換算大概300多元 然後再來是PND與Card Game的合作 個人對Card Game就不大興趣 有玩開的話可以看一看 圖都頗新鮮 而在下面的PND一些Data公佈 算是來個週年總結 例如現存最難拿的稱號 第一名就是最少人有的是月料 而其他有趣的調查都有 例如4000日以上達成的人 全Game竟然只有214個而已 但這個數字基本上是由開水到現在 即是未停過 每天Login未停過這樣玩 由開水至今是200多人 我想三本是其中一個 好再來的是有十大Reset PND也是經常有的 逢週年的十大Reset 而今次竟然是加上一個110 ranking的必中抽 但個人認為這個是太難達成了 假如有時間的話升到81A 畢竟是多一抽大限定抽的 再來是11周年的Monster Power Up 裡面基本上都是無貨金龍和重的Power Up 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畢竟下面的才是重點 那麼CORLABOR情報終於來了 合作情報 只要這個什麼合作 各位我想都知道 沒錯就是GUNDAM合作 好波好波 真是被各位講中 是GUNDAM 變相什麼週年的週年慶合作呢 就是GUNDAM 好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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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D和這個大牌之合作都是幾意外 都幾驚喜 但再驚喜兼驚嚇的是 這個合作竟然是明天開始了 合作時間2月21號 星期二 即是明天9點 時間方面是非常之長 基本上是存不到石 當然如果是石燒光的話 這一下就是愛夢能做的 畢竟角色方面是可量那麼多 畢竟看回這裡 由初代到最近的水晶魔女 聽三本講是9個作品的人物 都是全數收錄在今次合作的 所以整個數量是非常之多 就這樣望到30隻以上 假如抽齊的話 我想假如沒有回1000寫都很難抽齊 畢竟這一部是99都是10寫機 而角色性能藝店 我想今晚會公開了 雖然三本又不斷講一講 但都只講了10位角色 所以詳細的情報 即能力方面 我們晚一點再講 而今次不同的是BGM Pad方面 真的有BGM 畢竟之前BGM Pad也是地下城的BGM 而今次BGM Pad 真的是BGM 真的是歌 而這個是買Pad才有 抽中BGM Pad的角色是不會有的 變相都是迫力火金的手段 假如是粉絲的話 我想都可以考慮一下 OK 而值得講一講的是 今次的Special地下城 降臨聰竟然是今期最新的 GUNDAM 水星魔女的 Liali-L 近期極高人氣的水星魔女 想不到這隻是不抽 而是打回來 所以變相見到PND的營運方面 是希望各位可以玩多個抽 所以這位是打回來的 而不是抽回來的 追星魔女 而還有COS OVER紀念的10萬LIKE 送回6星以上的必中包 明天各位可以LIKE一LIKE 畢竟重新一次 合作是明天開始的 討厭最後的進化情報 無錯可惜地 今次個人遺憾的是只有一個合作 比上年10周年3個合作來說 今次單合作 雖然10社機GUNDAM都是難以想像的 但單單一個合作當然是不夠猴 雖然這裏是失望少少的 但不要緊 臨後進化情報方面都幾驚喜 畢竟臨後是超大量的限定神新進化 今次是走意識、走改圖、走那些什麼傻事 是整個新的機體新進化 形態完全不同 例如火箭變回霜炎龍機 火箭龍機幾多刑棍 還有白車變回光車龍機 BB戰機變回天馬 都OK刑棍子 但再正點是咒女神這些 陽光咒女神 就這樣看都暖粒粒 反而夜女神保持著男人樣感 個人就還好 下面還有一些是角色公開的 例如是新的水魔女 新進化 暗魔女這些 你看到這裏全部都是新的進化、新的圖 而不是去年那一體改式、改意識那些感無誠意 今次個人認為是有誠意的 所以這一下可以期待一點 而至於強盜方面如何呢 我硬一點再講 畢竟都幾多下的情報方面 所以這裏我們下一條片再講 好,那今次生放送就到這裏 沒錯,情報量方面是差少少的 比於十周年來說 但整個放送都非常有趣 個人認為整合來說 首先是有個傳輸送的免費6連抽 也寫機 當是閉耳石 這裏千萬要落入 而第二方面 個人認為已經以下是合作的Gundam合作 畢竟Gundam我想粉絲是超級多 亦都基本上是沒有人不認識 所以這一個合作 我想是將會多反更多人玩都不頂 今天明天就開始了 所以這裏各位課金來說是兩人而為 再來第三樣個人認為特別的是進化情報 畢竟幾位大限定都是新進化 而進化方面誠意是有的 所以這三樣個人認為是今次重點 而不夠後的是 首先送石就今次生放送是沒有 雖然上次送回100石 今次都有送抽但完全不送石 而且都是可惜少少 加上沒有Event 情報是差少少 上年有個幻畫師 今年是甚麼都沒有是差少少 還有合作不夠多 只有Gundam 雖然Gundam是大型 應該是超大型 但只有一個都是未到很夠猴 希望有兩個以上 但結果是這樣 希望各位明天可以抽回Gundam的時候 可以贏到開行 OK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好 先 喜歡影片的 希望給你和訂閱我 我們下影片再見 拜拜